大家好,我是小鹿哥 这位呢是来自四川眉山的一位98岁老奶奶 这里是老奶奶家的院子 院子里堆的砸烂不堪 这里是老奶奶家的水缸 这是老奶奶的家 这座老房子已经几十年了 这是老奶奶房子后面的桃花 今年的桃花开得非常的漂亮 老奶奶今年已经98岁了 老爷爷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 老爷爷去世过后 奶奶一直没有改嫁 老人有九个子女 老爷爷去世过后 她就一个人把九个孩子带大 老奶奶为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 她执着着自己住在老房子里面 现在老人的生活有两个儿子在负责 每天就给老奶奶送饭来 老人说她这一生也非常的值得了 总算是苦尽甘来 看到儿孙满谈 老奶奶也没有什么遗憾 老人说只要看到子女们过得好 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时不时的真孙们来看看她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要念一辈子 把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好了 今天小罗哥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小罗哥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关注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记得点击关注